你好 欢迎收看1月6号的大新店地方新闻 我是赵方琪 马上带来掌握今天的新闻重点 新北市将在65处以上公有防射屋顶设置太阳能光电系统 期盼借由太阳光电绿能生根 中信兄弟球员在更新医院安康院区进行年度检检 安康院区提供专业设备及舒适检检环境 第三届大卫阳光杯棒球联赛精彩开打 期盼借此推广亲子棒球并且促进社区棒球蓬勃发展 在茶叶比赛中担任重要角色的茶叶评审 除了有敏锐的味觉和嗅觉还要兼具丰富的茶知识 臭豆腐是台湾特有的美食 而利用臭豆腐能做出什么样美味的料理呢 请锁定待会的旅行食堂 为了让新北市成为绿能城市 新北市金发局积极推动太阳光电 将在65处以上公有防射设置太阳光电发电系统 并且增加防灾型和地标型建物 同时也鼓励民间团体、社区、公司、企业等等一同投入 期盼打造新北百万瓦阳光屋顶城市绿能新风貌 为了打造绿能城市 新北市除了在节电方面下功夫 也积极推动太阳光电 新北市金发局表示 将在65处以上公有防射屋顶 设置4.300万瓦太阳光电发电系统 同时增加防灾功能 局长叶惠卿就特别以屋来为例 指出如果能够设置防灾型太阳光电系统 遇到灾害时太阳光电的蓄电池就能发挥作用 防灾型的太阳光电 它的效率特别高 机会的效率特别高 为什么机会效率高 只要发生灾害 它可以供给简单的通讯跟简单的照明 像这一次乌来山区碰到台风之后 大家可以想正好是碰到停电 可是如果太阳光电的话 事实上它绝对可以提供它不同的功能 就是简单的通讯或照明绝对可以提供 另外局长叶惠卿表示 除了防灾型也期盼透过地标型建物 像是市府大楼带头设置 让更多民间企业能够纷纷响应 所以地标型 经发局现在就跟我们秘书谈好 这种大楼开始在改变 这种大楼我们就找人来规划 从外面的回廊开始 装置太阳光电系统 而针对太阳能光电的设置 具有低碳社区规划时资格的 新电区中山里里长盘位置则建议 未来新建案如果能够强制预留设置点 才能够有利于太阳光电的推动 旧的大楼他们想要做太阳能办 有一个问题就是他做基础的问题 要做立装在屋顶 那现在一般像那个集合式住宅 他们需要区全会同意之后 还要顶楼住户的同意 那顶楼住一般来说 他们会担心说这个漏水的问题 那如果说政府能规定新建大楼 就把这个集装的位置先留好 那将来假设这个大楼 他们需要做的时候呢 就不会有担心漏水的问题 那这样子也比较能顺利的推动 新北市计划局表示 虽然北部光照不如南部 但太阳光电就是绿能生根的第一步 希望能有更多社区 公司企业 个人等等一同投入 打造新北百万瓦阳光屋顶 城市绿能兴风貌 记者杨邦友赵芳琪 新北市采访报道 中信兄弟球员年度健康检查 再度与更新医院合作 5号与8号两天在安康院区进行 这次受检人数约有90人左右 而为了让球员在检查过程中 不受到太多的干扰 安康院区呢特别安排了专区 期盼透过专业的设备 技术与服务 双方可以合作愉快 看重新店更新医院检验科 拥有良好的人员素质 仪器设备与专业技能 可以提供快速有品质的检验服务 中信兄弟球员在1月5日与8日 分两天三个梯次 在更新安康院区进行年度健康检查 受检的人数共有90人左右 安康院区院长林恒毅表示 这是中信兄弟第二年与更新医院合作 安康院区也特别设置专区 让球员在检查过程中不受到干扰 因为这是我们已经跟他合作的第二年 那主要我想最大的原因是 我们安康新的院区开幕以后 我们有很新颖的设备 那我想我们各种的电脑断层盒子 工程各种超音波都是最新颖的设备 我们也蛮好的医疗团队 林恒医院长指出因为在球技过程中 球员不免有受伤情况 因此除了年度健检 更新也提供球员平时的医疗保健服务 包括球员受伤啊 各种的情况都到更新医院安康院区 来做一些检查治疗 包括球技中间有被球打到的 甚至有韧带受伤的等等 我想我们那边的骨科护健科所有的团队 包括我们的各种影像检查设备非常新颖 更新安康院区期盼 未来能够与中心兄弟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 也透过专业医疗服务品质 让球员们能够在球场上发挥最佳实力 记者陈平站门奇新店采访报导 由大卫棒球队主办的第三届 大卫阳光杯棒球联赛 日前在清晰棒球场精彩开打 今年扩大比赛规模 还邀请其他社区棒球队一同较劲 希望能够借此提升球员的球技 同时也透过比赛推广亲子棒球与社区棒球 号召更多喜爱棒球的亲子们一同加入 第三届大卫阳光杯棒球联赛 日前在新店清晰棒球场热闹登场 虽然天后状况不是很好下着雨 不过一点也没有交习选手们的斗志 今年的比赛规模比起往年来得盛大 除了大卫棒球队本身的队伍 更邀请了其他球队前来一较高下 这次棒名参赛的情况 我们有做一些邀请赛 我们有邀请海德社区 还有新庄勇士队的亲子队 还有新儿国小 跟我们一起来做交流的比赛 大卫阳光杯棒球赛最大特色就是除了一般赛程 更着重亲子赛部分 有家长们带着孩子一起玩棒球 促进亲子间的互动关系 真正讲究的不是成绩的好坏 而是亲子能够一起运动一同欢乐 总教练蒋家阳表示 大卫棒球队成立到现在已经有七年时间 当初只有自己和儿子两个人 后来社区民众纷纷加入 干脆组起了球队 目前棒球队已经有近百人 假日时他和其他家长就带着球队 在河滨公园练球 甚至组队和其他球队交流 希望能够带动社区棒球的蓬勃发展 我成立棒球队的宗旨有三个目的 第一个我希望透过棒球运动 去培养亲子的关系 第二个就是品德棒球 我希望透过棒球队 让孩子学习到品德专注 第三个就是弱势关怀 像球队有一些孩子比较弱势的 我们会单亲或是我们会比较 会免费的让他们来我们球队去做棒球的运动 蒋家要说现在很多小朋友都沉迷三锡产品 过去球队有许多孩子也是如此 但接触棒球之后 不仅培养了运动的兴趣 更打出了健康 亲子感情也更为融洽 记者生平在门奇心店 财报报道 提到了比赛呢 其中最辛苦的就是评审了 像是在茶叶比赛中 每一位茶叶评审都必须品尝过上百杯 甚至是上千杯的茶 透过他们敏锐的嗅觉和味觉 品评出茶叶的好坏 茶改场文山分场 制茶谷鼓掌陈俊良就表示 为了让自己能够保有对茶的敏感度 在非比赛期间呢 仍是要经常的测试训练 来稳定自己对茶叶评比的稳定度 错影者一杯杯的茶 在茶叶比赛期间 这几位茶评审 一天都要喝上百来杯 而且必须从这里头 挑出品质优良的茶 不但味觉要够敏锐 还得要有个好嗅觉 茶改场文山分场 制茶谷鼓掌陈俊良就表示 品茶的时候除了分辨好坏 更重要的是要有稳定度 品评一次以后呢 我们把这个顺序弄乱 再品评一次 那我们评审的话就要能够回复 就是譬如说前面第一次 你觉得最好的是第五杯 那这五杯 那第五杯在第二次的时候 跑到第十杯去 你要把它挑出来 你的第二次的第十杯 还是你的第一名 所以表示我们的稳定性是会很好的 即使是喝再多次 我们的心中的好会是很固定的 那这样的话其实在进行评审的时候 就比较不容易有偏差 问起茶叶评审是不是会拥有超乎常人的味觉与嗅觉 陈俊良笑着说嘴巴的确会比一般人来得掉 而为了保持敏锐度 在非茶叶比赛的期间 人会透过训练 让自己保有品贫的感觉 虽然时时刻刻要不断的喝茶 保持自己口腔内的敏锐度 不过陈俊良表示 平常吃东西也没有特别的机会 但是在担任茶叶比赛评审的期间 则会尽量避免味道过重或太刺激的食物 其实除了嗅觉味觉 茶叶评审还必须透过视觉 也就是观看茶叶的外观 以及透过触觉碰触茶叶了解质量 同时还要有足够的专业知识 像是品种产地制作等等 都关系到品评茶叶好坏的因素 所以想要成为一位能够品评茶叶的评审 这当中所下的功夫 可是必须累积多年的经验和学问 记者杨邦友赵芳琪 时电采访报道 广告后要来看的是旅行食堂的单元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现实好坏二重咒 现在半逛仙少王指定专案 300美每月只要1099元 免抽奖再送您32圈液金电视 月费再折底看片金 活动详情请卡2917 3939 谢谢你 让爱可以传递在台湾的各个角落 谢谢你 让台湾经济弱势家庭 不用挨饿 得以温饱 谢谢你 让他们看见希望 我是孙悦 请捐款支持基督教救助协会 1919食物银行 臭豆腐是台湾特有的美食小吃 而除了油炸之外 其实也有其他的料理方法 今天的旅行食堂教你做 教用大家最耳熟能详的臭豆腐 搭配鲜油鱼肉丝彩椒等食材 做出色香味俱全的臭豆腐小炒黄 马上就来看饭店主厨的亲自示范 一块四四方方的豆腐 看起来简单无比 但却能够变化出 各式各样美味的料理 今天的旅行食堂教你做 就要为大家示范臭豆腐小炒黄 准备的食材包括了臭豆腐 芹菜鲜鱿鱼肉丝香菜彩椒条 葱姜蒜酱油辣椒酱 胡椒粉香油等等 赶紧来看看这道色香味俱全的臭豆腐小炒黄 该怎么做呢 那我们先切香辛料的部分 那我们一样葱是把它切断 一样是切断吗 对葱一样切断 这个是 那个蒜头 蒜头的话我们就今天 这道我们就把它切磨 跟姜也是切磨 再来就采椒我们切条 再来我们把芹菜 我们就切 也是切断 那我们这是什么 这鱿鱼 鱿鱿我们今天一样就是把它切条 为什么这跟我一般看的鱿鱼不一样 我们这个今天用的鱿鱼是干鱿鱼 那我们可以把它泡水 泡水把它泡脏以后 那就会变成这样 那一般我们买回来就是干干的 对 泡完就变这样 那再来我们切香菜 那我们用的部分是香菜梗 那我们香菜梗一样 我们把它切成一段的部分 诶 这是我们的臭豆腐吗 臭豆腐 对 那再来我们切臭豆腐 那臭豆腐我们一样把它切成条 那我们把它一块臭豆腐 把它开成三等份三片 我闻到臭豆腐的味道了 那再来我们要 就是要炸一些过油 把鱿鱼跟那个肉丝 臭豆腐要炸过 那鱿鱼跟肉丝 我们要怎么知道它已经好了 嗯 鱿鱼跟肉丝 那我们其实鱿鱼就是 让它稍微炸出它外面有一个干干的 外面酥的感觉 所以一样是目测就可以吗 对 再来我们臭豆腐这样 大概金黄色 那我们就可以倒起来 我再一次重生 我觉得爆香这是一个神圣的颜色 爆香真的爆的不好 就真的觉得那菜有够难吃的 对不对师傅 那香气就不够 来 那我们现在下了香辛料 就是我们刚刚使用的葱段跟蒜末姜末 蒜末姜末 那我们下一些高汤 这大概几匙啊 大概两匙左右 那我们把我们刚刚炸的食材放入锅 那我们开始调味 那我们加了一些少许的胡椒粉 胡椒粉 对 还有辣椒酱 辣椒酱 这样会不会很辣啊 不会 不会 再来酱油 酱油 还有一些蚝油 那下一些糖 为什么要下 不是糖啊 为什么要下糖 下糖它 避免它不会那么咸 再加一点高汤 让它所有的豆腐 它会吸入它的汤汁 那再来我们下酒 这一道也有酒 对 酒是提它的香气 加少许的太白粉 太白粉水 让它 色泽更滑一点 更亮一点 我听到那个滋滋滋的声音了 接着来看 莫非要哪些地方上的活动讯息 银行抢心机 限时好康二重奏 现在办光纤上网指定专案 300枚每月只要1099元 免抽奖再送您30寸一斤电视 月费再折底看片金 活动详情请洽 2917 3939 大新电有线电视配合政府有线电视数位化政策 提醒尚未安装数位机上核的用户可来电洽询 我们将派专人道府帮您免费安装 另外再送多台HD频道免费看20天 活动详情请洽2917 3939 新电地震述作8号行动艺术馆本季 推出艺术的梦想空间 学生创作连展 展览期间为1月11日至3月31日至 欢迎民众列领参观 创世基金会邀您一起小额林全捐 极爱承代帮助植物人 创世新电分院欢迎个人 学校班级企业团体一起来认领爱新功德带 索取专线8667 6515分机18或19 新北市立图书馆深坑分馆 即日起至1月31日举办中国书画之美主题书展 特别挑选相关书籍 带领民众领略中国书法书画之美 以上所有的新闻内容都会刊登在 大新电有线电视的网站上 欢迎您上网点阅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我是赵方琪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